我算是明白了 这世间真有痴情的男子 他痴什么情啊 是他把我甩了的 他现在后悔是活干 你那李若秋他现在想怎么着 现在不是李若秋想怎么着 是毛豆冻我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我估计我得辞职了 大姐 你吓死我 我以为你要跟李若秋想怎么着 李若秋离婚呢 离什么婚啊 头婚啊 你说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辞职还能怎么样 本来李若秋就跟李若秋较劲 好了 现在知道自己的老婆在这儿开火梯 李若秋在这儿当老板 每天上上下下下 这我还有好日子过吧 那你们家李若秋就天天在家 吐血完了 所以啊 聪明伶俐的我要在她吐血之前 先割腕自杀 我就表一下忠心 我自己也开不下去了 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啊 你每天脑子我想着什么呀 人家李若秋 今天才去了 事业有成 身价过亿 每天那么多女孩 屁股往后边追着挡着 你这还不乐意 你说你要嫁给她多好啊 不光你好 你们全嫁都好 现在可 您开着小货梯 嫁给那余味连个护手都倒不上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你要这么喜欢李若秋 我找机会把你介绍给她 行吗 你还真别说 这么多年你也没惦记着 给我介绍 我是不想害你 你是我姐妹 我求您快害我吧 别那么贱忙 里边这有什么好的呀 除了有钱 有钱人多了 我告诉你 不是每个有钱的男人 都是好男人的 他得人好 像李若秋这样的 隔三差五欢迎女的 隔三差五欢迎女的 你受得了吗 你说女人结婚图什么呀 不就图她什么 那跟这样的人你能踏实 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 我的教训是 我宁愿身体受苦 也不愿感情受苦 明白吗小妞 嗯 我是宁愿感情受苦 也绝不让身体受苦 懂吗妞 服务员买单吧 哎雨薇 嗯 你最近艺术照拍的怎么样啊 啊 啊什么呀 别撞没听见啊 哇 那项业务 现在基本上停了 嗯 停了干嘛呀 多重钱啊 嗨 像那种写真的东西 就叫搂草打兔子 赶上了就赚一笔 赶不上自当没有 那多可惜啊 啊 就原来每天能见着美女 一边拍照 一边享受着幸福生活 这多好呀 嗯 其实逗逗我跟你说 那些人我根本 我就没把他们当成女的看 毫无兴趣 我就对你感兴趣 我这辈子我都对你感兴趣 那你记好了啊 嗯 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现在怎么办 最近接了几单大公司的单子 给人家做那个 员工的那个卡还带制作 有转头 不是 你们大公司自己都有数码相机 干嘛找你拍啊 大公司嘛 做的专业 我又专业的 所以就找我 今天好好干 年底 年底 得买你喜欢的那QQ 哦 要买只能花你的钱了 我不紧 花我了 我 我不想开火梯了 好啊 那就不开 不是 不是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 为什么呀 不问为什么 只要是我媳妇不愿意干的事情 咱们就不干 不开货即好 咱们再找更好的工作 是不是 余卫先生吧 我是 您是 杰克张 您好跟您通过电话 您还亲自接我 电话也说好了吗 是这大公司就是大公司 规范 这边行 来 那个 行公司在9 17 哦 咱们一会呢 咱们就在这边拍 哦 一会儿我们员工都会过来 等拍完这边以后啊 再单独为我们老板拍一组办公室照片 好 好 谢谢您好 您坐下来坐 谢谢 哎 嘴角略微微笑一点好吗 哎 好的保持 好极了 OK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 我是杰克张 是李总的秘书 哪个李总 李若秋李总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李总呢 想邀请您呢 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我们公司就在这大厦的 十七十八两层 如果您有兴趣呢 可以来 我们这公司呢 现在主要是做文化产业方面的内容 职务呢 由你来挑 或者是李总的秘书也可以 对不起啊 我不感兴趣 这可是我们李总亲自邀请您的 我知道她已经跟我讲过 我也当面回救过她了 欧小姐 你要知道 想来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实在抱歉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谢谢你 要没什么事 我走了 雨薇 又见面了啊 你在这儿上班 可以这么说吧 我公司的人也经常问我 说 咱们公司的总部到底在哪 我跟他们说 我在哪 公司的总部就在哪 你是这儿的老板是吧 张秘书已经跟你说了吧 让你在我的办公室里 给我拍一次工作照片 可以 现在吗 现在不行 你这样 你先回去 等我通知 对了 他们底下人跟我说了 说你很有耐心 技术 技术很好 你放心 小费上 我不会亏待你 怎么了 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 张秘书 李总 某小姐继续来这儿的公司 好 吉桑 豆豆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每次要帮你的时候 我真心实意想对你好的时候 你总是拒绝我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李若秋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你老要帮我 你感觉你是真心对我好 对不起 我不想接受 你毛豆豆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对吗 我不希望你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这叫什么工作呀 这么低下 对不起 我不认为低下 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如果你真的想帮人 我有一个建议 不如你在马路上你看 是不是有什么合适的女孩 你去跟她接触接触 你看看她 说不定你就很想帮她了 相信她一定会给你回报的 真的 你不要再 再 豆豆 你听我说 豆豆 你听我说 我还要真的不 那个豆豆 咱俩就直说啊 就是李若秋明明知道咱俩已经结婚了 还现在还死里边的对你是 是吧 是 那 那你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你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我一直在拒绝她呀 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你们俩已经见过面了 因为我怎么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跟她在一个大厦里面上班 你心里听了会好受吗 不好受 那不就得了吗 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觉得这事我能控制 我不想让你替我着急啊 那就行 我算你能控制 但我认为李若秋她很难控制 你看就刚才吧 她两个手搭在你肩上 是什么意思 是抱完了你 你分开之后还是准备搭上肩之后再抱你 你想什么呢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吧 我觉得我的想象力一点都丰富 什么抱不抱的 我的这种想象是 就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男人的想象力 就倒走咱也就明说吧 真的 我今天我也全看见了 李若秋 你看见什么了 我就看见她 她准备 她有点意思 她只是这样跟我说话 我这样不了 但是我不能太什么 因为是公共场所 你怎么了 就是现在李若秋现在就是不择手段 把我 把你 不是 主要是把你 把你从我身边重新拖回去 我今天到这来 我为什么能看见 李若秋 故意让她的秘书给我打电话 让我给她公司员工拍照片 还让我给她拍照片 她什么意思 她高高在上 我就是给她打工 她打进我的心里 我都知道 你们俩毕竟好过这么多年了 而且我还知道她到现在依然爱你 就这么说逗逗 就是说 就如果你后悔啊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余味这人就比较大气 我成人之美 祝人为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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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 你要想离开我 我 我祝福你 我认你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遍 我 我说了一遍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你觉得我跟李若秋解释完 但跟你解释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爹 你别急着吵架了 眼都绿了 妈 我求求您 我求您一件事 您得答应 我现在去找我姚静阿姨 让我姚静阿姨 给豆豆安排一工作 我求求您了 别反对 我反对 我一千一万个反对 我这辈子都不求人 我凭什么求第三者呀 别喝老儿子 别喝坏了 妈 我告诉您啊 豆豆不能再在那大坏开电梯了 本来就有您阿姨说 让豆豆到她的广告公司上班去 我是怕您不乐意 我就 我就我没同意 我当然不乐意了 你跟她来好我就不乐意 暂时的 就是一暂时的 豆豆现在在那干两天 我马上给找新的 找着新的就换 豆豆跟你闹了 这女的就是不能惯 这一惯你就一辈子倒霉 我出马替你摆平了 哎呦 您别添落了妈 我跟你说啊 我讲您跟您说 我这也就是没办法办了 您您您您别跟着添落 我这烦见了我这 出什么事的这么严重啊 我要是跟您说了 您不能问豆豆的 像毛绿保证不问 就是 你看你 豆的外面有人了 没有 没有你怎么说 她心里只有我一个 行 有一个她没事了 咱不用找姚景阿姨 我说妈您您刚才确实是说 像毛绿保证不再把人八卦去 我像毛绿保证不八卦 我像毛绿保证不八卦 怎么回事 干嘛呀 哑巴了 我跟您说别理我啊 谁也别跟我说话 谁跟我说话 我跟谁急啊 干嘛呀 哪生的气回家撒起来 这归你回娘家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去吧去吧去吧 豆 你看你肢脚都这么长了 哎呀 你肢脚形都不好看了 来来来来 把根捡起来 啊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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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爸爸说 还不是不结婚 一个人过 爸爸亲亲 这点小事 打个电话不就搞定了 还亲得跑过来一趟 真是的 把我当外人了 没把您当外人 就是怕找您给您添麻烦 自己家人 什么麻烦不麻烦 你说呢 豆豆来 就带在办公室当文密码 收发刷文件 给医务单位呢打打电话 对了 工资嘛 这个数怎么样 这么多 不多不多 自己家人 再说了 我也没小孩 我和你爸爸的钱 以后 还不是你和于好的 姚江阿姨 您看您这话说的 你来这儿 你妈不知道吗 我跟我妈请示过了 我妈同意 完了那个姚江阿姨 我就做小辈子有一句话想跟您说 嗯 就是您看 其实 从您跟我爸结婚以后 就这么多年了 跟我妈也一直总是较劲 总是吵来吵去的 但是我觉得您现在 比我妈过得快乐 比我妈过得快乐 比我妈过得幸福 我觉得过得幸福的人 都宽容 呦 你看 这亲儿子就是像着亲妈 我不是怕你妈事后知道 来跟我闹吗 我怕什么呀 我爸爸的你妈都过来往的 这样你爸爸也高兴啊 你放心 我可不像你妈妈那么小心眼 那个姚江阿姨 首先我觉得您能帮我 我打心眼里边感谢您 您放心 痘痘将来也肯定忘不了您 但是有个事我想跟您说明一下 您要是 拿着您帮我跟痘痘这个事 去挤得我妈 那痘痘不在这儿干了 你看 你就不让我说句痛快话吗 好好好 我不说了 那个 反正 就是我 我 我挺高兴的 我挺谢谢您 来吧 喝点热水消消劲 早点怎么回事啊 跟妈说说 别别别 怕香的面就怎么样 我给一位打电话 不要 你说我嫁给鱼卫 我图什么呀 怎么了 人鱼卫不是挺好的吗 对你也不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就是啊 鱼卫对父母也挺好的 对我们也都挺尊重的 什么意思呀 干吗老向着她呀 你看看 你来了 这有磕死了 真是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的 你接豆豆吧 豆豆在吗 在 你们俩约的 嗯 那鱼卫说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你跟李若秋吃饭 没事 告诉他 走 好 别走 那是阿姨 我先走了 你就注意点啊 对 怎么了 这不像是咱们豆豆的风格呀 跟鱼卫闹别扭了 那也不能跟着他走啊 那怎么闹呢 这是 你说结婚才多久啊 不一样 不一样 我吃了 这样子 撤来 着 就可怜 你 又是 你 吃了 你 拿到 孩子 不擦了 没事妈 楼底下就有专业人家擦油烟机的 每回五十块钱 擦的挺干净的 没事妈 您到客厅跟我爸一会儿看电视吧 我这一会儿就完了 你瞧这这衣装都弄脏了 我给你系上围去吗 妈不用 你去您过去跟我妈一块儿看电视去吧 妈给你打下手 不用不用 我这就很快就完了 很快就完了 没事妈 没事 没事妈 没事没事 你待会儿过来歇着 来来来来 没事 什么都没问 连逗逗去哪儿都没问 那 咱们就什么都不说 说什么呀 告诉她 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换一个台 哎 师傅啊 我觉得想能口弄矛盾呢 咱们还是多给那女婿说说话 让她心里舒服舒服 咱别老站在闺女这一边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 我傻呀 不过我是觉得吧 俩人刚结婚就闹别人不好 对以后日子长了 那还不得老打架呀 还不会 这个豆豆和鱼味啊 全都是厚道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些孩子 那个 妈 那个 我给你帮 不用 我这马上 马上完了 不用 您跟我妈看件事吧 没事 你说这豆豆啊 嫁人了 还跟孩子似的 他要跟你耍什么孩子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有 没有吧 这我跟豆豆我们俩挺好的 真的 真挺好的 这真挺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没事吧 没事吧 那豆豆要嫁了你啊 还真是她福气 要我说啊 两口子过日子 哪要不磕磕碰碰呢 其实就是一习惯 习惯了就好 那个 爸 我 我就跟您说点我这心里边的话 行 你说 嗯 就就我估计我 我这一辈子啊 也就是一个普通摄影师了 嗯 就说您说让我 我有多大挣钱的本事 就我什么意思呢 我说 这话不能这么说 那什么叫本事啊 哎 你说我 你耍手艺的 我有什么本事啊 要我说啊 知足常乐 你看我那客人接触多了 有的人来 哎 一脑门子官司 活不过去了 其实你戏打听啊 没多的点事 你说她又不高兴吧 惹她说别人都不高兴 哎 说你这还高高兴兴的 那大伙全跟着乐好 对 是吧 是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什么叫本事啊 把日子过痛快了就是本事 就是就是说过痛快日子就是本事 哎 就是那法我我过痛快日子 对 就是爸您那个 您看 跟我妈看见事我这马上就完 好吧 您您去吧我这马上就完 别着急啊 哎 不不不不不急不急 没事吧 那那你辛苦了 哎哎 没事没事的 不是不是不是 就这个这油啊 把这油我都都都清了 那没事吧 您您去吧 您去吧 我清净里面这油 待会过来啊 哎哎哎 您去吧 这顿饭我请你 一会儿你别跟我招 我干了你随意 逗逗 我倒是真没想到 你能主动来约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吗 不知道 李若秋你太傻了 没事 在我爱的人面前傻一点 没什么呀 李若秋 你时空还没有转换过来 是不是 我已经结婚了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明白吗 自从被你甩了以后 我长大很多 我明白很多事情 我知道很多事情 是不可以勉强的 尤其是感情 所以我提醒你 我已经嫁人了 我知道你嫁人了 逗逗 可余蔚能给你什么呀 他除了让你受苦 他还能给你什么 谁说我受苦了 你以为我开货提一 我就受苦吗 你以为我一个月 挣一千两百块 我就不开心吗 逗逗 咱别自欺欺人好吗 哪个女人不想过好日子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好日子 你告诉我什么叫好日子 以前是我的错 可是我现在真的是爱你啊 你爱我吗 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你不爱我 如果你以前爱我 你当初不会那样坚决地离开我 如果你现在还爱我的话 你也不会这样为难我 我怎么为难你了 我又 你这样挤得我老公 不是为难我是什么 鱼卫有跟你说什么 他不需要跟我说什么 是我要跟你说 我很幸福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居然选择鱼卫 你不选择我 是我选择我要过的生活 我愿意 你居然选择鱼卫 你跟你以前真的不一样 这还得谢谢你 妈 你别喝了 要不这样 咱们现在就去找毛豆豆 跟他说说这件事 你想干吗呀 你这样的话 你哥就跟他翻脸了 翻脸活该呀 谁让他红尽出墙啊 你也不能这么说 咱们又没证据 等有证据就晚了 那也是啊 要不然我教育教育他 你怎么教育他 你就傻乎乎地 跟那个毛豆豆说 你要对我们家鱼卫好点 他现在虽然没有钱 可是他将来肯定会有的 你不要被别的男人诱惑了 是这样吗 你不说还好 你说了准坏事 我有这么傻呀 你就这么傻 你说你跟姚静吵架的时候 你多傻呀 我爸他本来就不想跟你离婚 被你这么吵了吵去的 吵得没退路了 杜嘴啊 把这伤口撕开还撒把盐 有你这么当闺女的 算了 这事不说了 这回呢 咱们玩点智慧的 怎么智慧 你看啊 我这么跟他说 我就说 婆婆我呢 我有私房钱 你对我儿子好点 将来这私房钱都归你 我让他有点判断 妈呀 就你那点小钱 你还好意思开口啊 那一笔没有钱 再说了也不算少 当年你爸跟我闹离婚 他理亏 我告诉你家里存款钱 他一分钱没拿走 真的 余好这钱你不能惦记着 妈妈老了 身上有点钱心里的踏实 妈 我怎么能惦记你那点钱呢 我可是你亲闺女 所以呀 儿媳妇跟亲闺女不能一样 咱俩有血缘关系 咱是吵架呀 是闹掰了呀 没关系呀 砸断骨头连着筋 你儿媳妇不一样啊 你让我跟她吵去 那哪行啊 这现在都是我们得对人家好的 得巴抵人家 笼合人家 我不就为了让她对你哥好点了吗 还倒贴媳妇钱呀 什么事的 就这事的 你将来结婚 你婆婆一样得巴抵你 我这个叫退一步 让一万步 我得让她心里明白呀 我为了让你不出钱 我连老本都搭上了 她要是不明白道理 下次就别怪我跟她不客气 不管怎么说 逗逗 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忘不了你 我还爱着 这话 如果放在很多年前 我一定会相信你的 我那时候只信你 谁都不信 我也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我就满脑子想嫁给你 当你老婆给你生儿子 做你的李太太 别说了 逗逗 我真的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 相爱这么多年 居然可以说 说不爱就不爱了 我想不明白 怎么难道 男人的感情真的 就像水龙头一样 说关就关吗 我害怕了 我担心所有的男人都这样 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我 那我这辈子 嫁不出去了 是我不对 逗逗 好吗 我错了 可你那天 突然捧了一大把玫瑰花 到我爸妈家的时候 我说实话 我自己知道 我已经从心里 原谅你一般了 因为我平衡了 我看到你后悔了 我能让你后悔 后悔甩了我 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真的很后悔 真的 逗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就给我一次机会 你让我好好爱你 好不好 如果是以前 别说给你一次机会了 给你十次机会 你做什么我都会原谅你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逗逗 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雨薇了 她跟你不一样 她是我生命里第二个男人 你你甩了我以后 我一度以为男人都一样 可能是因为 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构造不一样 所以对感情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我承认 男人都很花 不 余薇不花 那是因为她没钱 等她有了钱了 你敢保证她不花 我保证 她有再多的钱都不会花 我了解她 丽若秋她真的跟你不一样 就这么说吧 如果我对于薇有一点点怀疑 我不会是现在的态度 如果我对你还有一点点的信任 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态度 丽若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你会觉得你比她有钱 她就是个穷摄影师 但我没这么想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过过那种生活 也许有的女孩子喜欢那样的日子 但我不喜欢 我觉得一份踏踏实实的感情 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余薇 我从心底里信任她 她能给我安全感 她不会突然离开我 永远不会 所以李若秋如果你 你 如果你还爱我的话 请你离我们远一点 算我求你 我要去��一下 你每天都要去哪里 我唱她的歌 我讲老师 我唱歌 我唱歌 你唱歌 不跟我打招呼 我要跟你打招呼 是需要 那行 我给你打招呼 余卫同志 我回来了 回来了吗 可以了 我可以去睡觉了 行 不是 你会睡什么觉 有这会儿睡觉的吗 我累了 我辛苦一天了 我怎么不能去睡觉 你辛苦工作一天 那你工作完之后 你干嘛去了 下班以后我去我妈家了 去你妈家了 我在你妈家擦一天 有烟机 我怎么没看见你 是 我有一些私事 后来出去了 有什么事出去了 你管着吗 管着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凭什么不能告诉我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就想知道你得告诉我 我就不告诉你 我都知道 李若秋 是不是吗 是 怎么了 不行吗 法律不允许我跟他出去吗 王逗逗 你太欺负了 我为什么 你跟我讲法律是不是 你跟我讲法律是不是 我跟你太欺负我了你 我怎么欺负你 你说你怎么欺负你 我一进屋我就在这坐着 你啪你一进屋 你都看不见我 完了你坐这 我坐这了你还看不见我 你说你是不是欺负我吗 完了你跟李若秋出去了是吧 我告诉你吧 我辛辛苦苦 我给你们家擦一天有烟机 我给我妈我都擦 都没没他那么精心过 你外面耍一天 你跟李若秋 我告诉你吧 你上李若秋车 我都在后面跟着呢 要不我那破膜都坏了 你们俩大胆都能知道 我告诉你 你们俩跟 是 是 是不是死灰复杂的 一进屋 抱一块了 是不是抱一块了 因为你太过分了 我太委屈了 你委屈什么呀 你怎么有想象力啊 我干摄影师就得有想象力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 我特想知道 你们俩干嘛 好那你闭嘴 我主动约的李若秋 我给他打的电话 我请他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别再打扰我了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不爱他爱你 而且这顿饭是我亲的哥 不是 这是谁信的 还有信 不是 这谁信 哪男的信呢 你爱你谁 跟谁过去 不是 我跟花里 你叫你别动啊 没完 没 你 你 站着 没完呢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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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昊 我妈 是你妈 不是我妈 我妈给你 我妈给你 我 我妈给你雨昊 你跪好 你跪好 我妈 你跪好 来 我跪好 柯姨头 我 柯姨头 听见没有 我 妈 妈 我来了 妈 雨昊 雨昊也来了 来 来 屋里头 妈 来 帮我来 我来 我来 接油 接油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我厅里边叮了邦浪的 不是吵架了吧 没有 没有 妈 就是那个 有人欺负我 我这打电话 我正骂他呢 结恨了 妈 结恨了 是 是不懂 我说打电话 他不让打 他说你们俩肯定在家 在家 我就说吧 他俩新婚肯定溺在家里 你还不信 难道毛豆豆还出去会别的男人呢 你说什么呢 雨昊 什么会别的男人啊 我说雨昊 你别老毛豆 毛豆 毛豆是谁啊 毛豆豆是你嫂子 是不是 是你哥媳妇 你叫嫂子 好好好 好 嫂子 我叫嫂子 嫂子肯定不会红杏出墙 我什么时候红杏出墙啊 赏了吧你 我问你 不是 我问你想干什么你 你们三个都欺负我 我走 豆豆 你别理他 没有 我就这样 成天到晚你 我说你去 我跟你说一说 不是 你是 我得跟你说事 你这说话你注意点你说 不是我说自己规于你 时间长得找不着男人 就是这样 是吗 你别这么说雨昂 真的 他就是那什么 他跟我开玩笑呢 你 你要有什么 你就赶紧说吧 你说说说 哥 我觉得毛豆这段时间 特别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他天天晚上都跟你在一块吗 天天晚上都跟我在一块 怎么了 那白天呢 白天各忙各的 那这就对了呀 这不就有机会 红杏出墙了吗 不是 你 你能不能说红杏出墙 跟谁红杏出墙 我听说他红杏出墙 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我 咱妈是吧 叹度 你别管谁说的了 那妈也是关心你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这段时间 觉得毛豆子特别不正常 你说这天天晚上 好几次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不都跟你说了吗 跟我在一块呢 他的男朋友 谁 谁男朋友 他以前的男朋友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李若秋 特别有钱是不是 你咋了 事业做特成功对吧 什么是衡量预约的成功标准呢 有钱就代表事业成功吗 没钱就代表事业不成功吗 我认为 自己个儿觉得快乐就是成功 我就挺快乐 所以哥 我就说你傻 我今天啊 我是这么回事 我一看那海报上写着吧 就是我们门口超市的那油 比你门口超市的那油 贵一块九毛八 我就来了 而且他这还送一小小盒 你瞧 我来拿这个 小瓶的这给你们 知道吗 你看 送了一瓶给你们 这油 像你们炒菜 我怕一个星期都用不了 您 您给我送油来了 是吗 不是 还有一件事 我呀 去存点钱 这存油我给你看看 你看看看 妈 我给你看看